大家好,我是蔡律师,我们是在新卫明律师事务所 我们这个讲座的题目是 F1学生签证身份过期了怎么办 这里我们要讲到好几个方面的具体的问题 如果你是F1签证的学生 毕业以后要注意及时申请OPT 这个在毕业前夕就可以申请 我们知道有一些申请人因为OPT提交的晚了 或者提交的材料不足 或者申请表里面有内容写错了 或者记错了地址等等原因 申请有可能被移民局退回 然后重新提交的时候错过了Due Date Deadline 或者错过了来自移民局 要求补充材料的通知邮件等等这些原因 造成OPT申请被拒 这个很可惜 我们知道最近移民局处理OPT申请相对比较慢 所以更需要认真对待 早做打算 早提交 申请需要仔细看好 不要有问题 另外除了OPT以外 我们知道STAM专业的F1还可以把OPT延期 但是OPT延期有比较严格的要求 包括程序和内容方面 首先你需要是STAM专业 你需要在移民局承认的这些专业的list上面 然后你OPT需要在还没有过期的时候来办STAM延期 如果已经过期了 原则上就不能办STAM延期了 除此以外 OPT延期需要雇主支持 这个雇主需要参加移民局的e-verify program e-verify要注册也要有一定的条件 所以不是每一个雇主都符合 除此以外 你OPT延期做的工作需要和你所学的专业相关 然后雇主需要付给你工资 不能是volunteer walk 然后符合这些条件以后 申请人你个人需要向学校提交i983的申请 这里面表格里需要解释工作内容 需要说明怎样OPT工作延期的工作 和你的STAM专业相关联 然后你在实习工作能够学到什么样的新的技能 雇主会怎样来评价你的工作 在完成了这些手续以后 你的学校会发给你一个新的i20表 然后你就可以向移民局办理OPT延期申请 需要提交i765的申请 另外还要包括各种文件 包括你的护照签证 i20 i94 ead卡 然后还有照片 毕业证书 成绩单等等各种文件 前面讲到文件需要齐全 要不然的话有个填错了被移民局退回 就会耽误时间 有时候就错过申请的窗口 因为疫情的影响 有一些毕业生可能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 时间过得很快 那一下就中间有了这个概码 那OPT期间我们知道 可以有三个月没有工作 不影响OPT身份 在OPTSTAM延期期间 可以有两个月这样的没有工作 不影响身份 加起来一共是五个月 但是呢 这五个月是分批次的 不是在一起的 不能说笼统的说 我OPT期间一连五个月没有工作 不影响身份 不是这样的 像前面说的 这是分成三个月和两个月两部分 那在OPT过期以后呢 这个身份 不管是OPT本身到期了 还是因为没有工作等等 造成OPT身份失效了 那你这个理论上说呢 OPT过期以后 有60天的grace period 但是呢 我们前面讲到 OPT如果过期呢 你就不能办OPT延期了 如果你的身份 比如这个F1身份 包括OPT 因为各种原因 已经失去了 也过了grace period 怎么办呢 你可以考虑办F1 reinstatement 这个呢 一般要求你的身份呢 过期失效 还不超过五个月 在提交申请以后呢 还需要保持全职的学生身份 因为这个申请提交呢 可能还要几个月才能批准 在申请时候 你要解释原因 说为什么你这个F1身份过期了 有一些呢 如果是符合你的情况 要这个个人不能控制的原因 比如说疫情影响了找工作 影响了你得到工作offer 然后呢 还有这个航班 有的中断了 取消了 还有呢 比如说也许你要在美国 照顾家人等等啊 要提供一个合理的原因和解释 那理论上说呢 还有存在另外一种办法 就是说呢 你F1身份过期了 也还可以离开美国 然后重新入境 用的呢 可以是你 护照上面还没有过期的F1签证 因为过去呢 这个签证是给五年有效嘛 后来改成一年有效 然后 但是可能很多人 护照上的签证可能还没过期 像这样呢 如果你有新的爱团体啊 就可以离境 再重新入境 但是呢 如果你要在境外 另外再申请F1签证呢 那就比较麻烦了 因为现在呢 我们知道 中国使领馆呢 美国 这个美国驻华使领馆 这个签证还没有恢复 那你可能要在第三国办 这就比较麻烦 那另外除了上面讲到的 reinstatement以外呢 还可以考虑转为其他的签证身份 比如说如果你的配偶 有H1B啊 JY啊 F1啊 等等身份 你可以转成家属签证身份 比如H4 J2 或者F2等等 还可以呢 考虑个人呢 比如说转成B2签证身份 因为你要离开美国 也不是说走就走的嘛 有的事情要reip out 是吧 有个人的belongings 有其他的各种事情 需要完成 所以呢 这个可以buy yourself some time 也许呢 你在B2签证 判定期间 可以找到其他新的工作机会啊 或者是上学机会啊 或者是别的机会 总之 然后呢 这个我们此前也讲到过 如果你有申请 在判定 那么即使过去的签证身份过期了 也不算在美国非法拘留 有合理的申请 在判定期间呢 你不增加积累这个非法拘留 unlawful presence的时间 这个呢 对于此后 在美国办理其他的签证身份 或者绿卡比较重要 另外呢 要讲到的一点是 任何人呢 在任何时候理论上呢 都可以提交按140申请 即使你的身份已经过期了 或者将要过期了 或者是J1还没有办豁免 或者各种原因 或者身在美国以外 或者马上要离开美国了 你都可以办按140 职业移民申请 当然了 这个如果是PRM呢 需要雇主支持 如果是个人申请的NIW或者EB1 可以不用雇主支持来提交 当然你要有这个资质 符合条件才行 以上讲到的 关于F1的这个身份过期的对策处理方式呢 大多数也适用于J1 但是呢 如果你是拿J签证 没有经过豁免 那一般来说呢 在美国境内 不能转成别的签证身份 你可以出境 然后再办新的签证 比如说 我是J1签证身份 后来被学校录取了 我可以出境 再签新的F1 当然现在出境签证比较麻烦 但是希望呢 过几个月 这方面就会好一些 还有呢 如果你和美国的绿卡持有人结婚 或者和美国公民结婚 这个也可以帮助解决身份问题 但这里有一些差别 如果你的身份已经过期了 和绿卡持有人结婚呢 虽然你可以交四八五 但是呢 身份过期这个本身是一个障碍 当然理论上 你可以办理爱601的weaver 然后来去除这个障碍 如果是和美国公民结婚呢 就没有这个问题 主要你是合法入境的 哪怕身份已经过期了 相当长的时间 也可以在结婚以后 提交四八五 拿到绿卡 那另外呢 我们知道现在新的拜登政府 也有可能呢 改变以前的一些做法 即使呢 身份有过期呀 有gap等等啊 那这个也有可能 不影响你办理新的签证和绿卡 但是具体的实施细则呢 现在还没有通过 也没有公布 所以还有待观察 好 那我们这个视频讲到的是 F1学生签证 身份过期了怎么办 有更多问题可以联系我们 谢谢 Cesり 谢谢 。